48岁还能打宫颈癌疫苗吗? 李芳,妇女保健科,主任医师 这也是我们目前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 也就是宫颈癌疫苗的问题 宫颈癌疫苗有二架疫苗,有四架疫苗 20岁到45岁的注射四架疫苗 宫颈癌疫苗对预防宫颈癌是非常有效的一个手段 属于我们的一级预防 年龄超过48岁 所以我们就不再注射宫颈癌疫苗 但是宫颈癌的检查 也就是说宫颈癌的筛查是非常有必要的 建议每年做一次 或者条件好的,条件允许的 我们可以建议半年做一次宫颈癌的检查 这是早期发现宫颈癌非常有效的一个方法 我们目前的筛查方法 就是筛查HPV加宫颈癌的细胞学检查 可以早期发现宫颈癌或者是癌前病变 现在世界卫生组织倡导的就是要消除宫颈癌 我们用三种方法来 第一个是一级预防 是健康教育和疫苗的注射 第二个呢就是宫颈癌的检查 再就是发现宫颈癌 尤其是癌前病变的时候 我们及早的治疗 如果说是已经到了中期或者中晚期 我们也更要及早的治疗 治疗的时候有手术治疗 有放疗和化疗联合治疗 专家提示 1.年龄超过48岁 不再注射宫颈癌疫苗 建议一年或半年做一次宫颈癌筛查 2.目前宫颈癌筛查方法 为筛查HPV加宫颈癌的细胞学检查 3.宫颈癌一级预防 是健康教育和疫苗的注射 2.是宫颈癌的检查 4.宫颈癌前病变需及早治疗 达到中期或中晚期 需要手术治疗等